蜡蜜和蜂子 蜡蜜和蜡蜜 Hello 各位親戶的朋友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家常菜 就是蜡蜜煮魚 在街市大家會發現 有很多好好的蜡蜜 因為現在秋冬是吃蜡蜜的季節 我買了一條蜡蜜 我買了這個鯊魚腩 其他魚也可以 你喜歡吃什麼魚可以任意配搭 還有一些糖芹 即是香芹 不是西芹 西芹是比較肥的 這些是幼的 主要是取它的香味 調味料方面有冰糖 紹興酒 蠔油 鹽 雞汁 蔥 薑片 積磨胡椒 先處理蘿蔔 先去皮 去皮 切成一條條 看蘿蔔是否好看 切開它 如果沒有那些 俗稱的花心蘿蔔 這樣就好看 現在蘿蔔就處理好了 這個芹菜就洗乾淨 把它剪開一段段 通常這些葉就不吃了 只吃勁 這個芹菜就處理好了 好 現在首先煎魚 先加些油 下去 放入魚鱷 少許油 放入魚鱗煎 煎至金黃 再煎 現在煎 煎一下,待會再煎給大家看 煎到金黃就可以翻炸 煎一下這邊 煎好就可以放開 爆香薑餅 煎好 煎一下蘿蔔的酒 炒蘿蔔的時候不需要太熱 蘿蔔會苦 煎一下 煎好 現在加點水 煎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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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一點冰糖 蠔油 雞汁 煎好 現在蓋上鍋 炒蘿蔔 再加些魚 再煎好 煎好 再加些魚 一起煎 讓蘿蔔吸收魚的味 加入香芹 加入少许盐 加入少许盐 煮到萝卜完全淋浓 等它煮一下 等待再煸给大家看 大约煮了5分钟 萝卜已经透明了 就可以装盘了 装好再拍给大家看 现在撒上葱花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萝卜煮鱼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多谢 请不吝点赞